你好 我是雨色 你今天看过一本好书了吗 这集节目要约到是 红桌文化的总编辑翠伦 要跟大家来介绍 他们最近所出版的一本好书 《真我精脆》 印度灵性导师 拉玛尊者教会进阶版 翠伦你好 哈喽 大家好 常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 多多少少一定有买过 拉玛尊者一系列的书 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呢 会让我不自觉去翻阅 像你们之前所出版的 《真我三论》 《真我与我》 还有《西式珍宝》 他的著作 那你觉得听众朋友 假设不认识拉玛尊者 他就只看这本书 他适合当一个入门书 来认识拉玛尊者的教诲吗 我觉得当入门书 可能会一下跳太深 太深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很厚 所以如果读者来问我说 如果拉玛尊者书那么多的话 我都会建议从薄的开始读 薄的话就是说 比较没有那么多注视 就是说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会很在意 我们到底懂不懂这个字的意思 还有一个是说 随便举个例子好 再读《金刚经》好 不会觉得你每一个字都要懂嘛 对不对 你在读诵的时候 你可能是进入某一个状态 然后你去感受 你用你自己 不知道是哪一层的意思 或者是说你哪一层生 你的身体经文是什么 无论你是怎么样去感受 那个经文的那个状态 那我觉得在 读 尊者的书 比如说一些比较薄的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像是 《真我三论》啊 或者是《西式珍宝》等等 这些 就是说你可以去感应一下 你跟这个东西到底相不相应 因为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书是你必读的 因为你跟你的生命的状态啊 如果你有共生的时候 你再去读的话 它对你的帮助其实是最大的 那所以我说 如果我们不要一直想说 我要去理解每个字的话 然后你可以先从一些比较薄的 比如说三轮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这个《西式珍宝》 从那些比较薄的书来进入 我觉得会比较 算是对入门者 应该是门槛比较精彩 如果你再读了以后 然后你觉得 有些东西你真的很想知道 那你就可以来看这个《真我精粹》 在看《真我精粹》这本书 我有一个心得先跟你分享 就是它让我想到 好像在读语言 语言 对 就是我们在读英文的时候 不是一边看书一边插单字吗 那我在看这个《真我精粹》的时候 就觉得 你再看看它翻得很快 可是问题是 前面的《真我三轮》 《真我鱼》 跟《西式珍宝》 跟其他的著作 其实花很长的时间在 它到底讲什么 什么叫真我 真我跟感知 跟知 跟那个骗债是什么 就你搞不清楚 可是因为它够饱 所以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它 可是当你这个基本功打好之后 像背单字跟背那个文法一样 背到个程度之后 你再来看这个《真我精粹》的时候 就原来它自己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原来 原来 原来尊者所说的这个境界 就是用在这个地方上面 原来这些语意 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是它因应不同的众生 使用了不同的语法而已 所以回味道刚才 那个总编所讲的 就是说 其实想要来看这个《真我精粹》 把它当成境界版 是因为我们有前面的基础 但是就算你没有基础 你愿意从这个来当入门来说 可是还是要有一些其他的著作来当成辅助 会比较好理解这本书 对不对 你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 其实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需求不要 有些人会很想要 他觉得他如果这个地方卡住 好像他就无法再进行下去 有些概念就是不懂 你就无法进行下去 就像是我常常会想说 比如说真的在讲某一些东西 我说这很像是金刚经理面讲 这就是过去心 这就是未来心 就是说 我没有特别去查 比如说本来一个法师是怎么讲这个东西 可是我在整个阅读这个经典 它当中 我慢慢去用 比较像是体会的概念 然后可能在尊者的这个教诲 原来这些东西有一些概念 它是互相呼应的 我是比较是这种阅读法的这种人 有些东西好像我就会放着 然后好像等着自己慢慢的去感受说 这到底是什么状态 比如说如果你很习惯比较嘈杂的东西 或是你只想 比如说你现在只想看Netflix 你就不要逼自己来看这一整书 就是说你的那个频率不对的时候 这很难 我前几天听到一个读者跟我反馈 我跟他说他前几年读的时候 有时候读一读拉玛纳的东西觉得很烦躁 因为他读不进 他可能头脑觉得他应该要读 因为他觉得他头脑告诉他说这是好的 可是他的心完全静不下来 就在跑跑去 就是说他都 到底他就是读不进 他觉得很烦 然后过一阵子就跟他起来 又觉得好一点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阅读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这个递程 那你在编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会去预设什么样的读者的背景 他适合或者是他应该要来读这本书呢 我的假设当时就觉得说 这本书大概是 有读过拉玛纳的副作的人 才会来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所以是设定为进阶版 所以进阶版的意思其实也就是 你必须要先接受拉玛纳的灌顶加持之后 再来阅读这本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前面因为我有看过《真我三论与我》 跟《西式珍宝》 这些书的基础 我再来看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好融会贯通 就像你们这本书里面 在网络书信上的书栽 有问到 就有人问拉玛纳者说 放了通奸 窃盗 酗酒等罪 那他们持咒可以来消除这些罪过吗 那这些罪过会复造在他们身上吗 可是拉玛纳者他没有直接的回复他 他只有说 若你还是有感受到我在持咒的感知 那么这个罪行所带来的罪过 怎么可能不会依附在他身上呢 可是这样子的话语 好像没有真正的达到询问者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尊者也回复了这个人的问题了 那对这样的问题你觉得 尊者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就我的理解啊 其实这种 我讲我的几个层次 比如说这个层次说说 他其实这个回答是针对那个在场的信徒 是说很像是你今天去一个法师的开师的会场 然后有进你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法师也回答了你 那个回答在我的理解来说 他其实就是针对你 就是针对你那个人 你的当时的生命的状态 像比如说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有的上司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怎么好像不大一致 为什么你跟那个人说要持咒 然后你跟那个人说持咒其实没有用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所以他其实是根据你来的这个人 的这个生命的状态 或是你当时的这个整个状况 他来回答你 所以我会有时候我在看这些答案的时候 我会觉得比较限索一点 就是说 我会想说那个人 大概当时是 我会猜测 因为其实记载上没有很多 我会说 他大概是怎么样生的状态 可是我觉得读者在看的时候 一个是说 我们也不需要因为的去对号入座 比如说我今天很需要去持咒 我觉得 比如说我今天很认真的持 我就觉得说 我要去消除我的这个罪孽 所以我要做这些这些这些事情 然后你看到 尊者这样讲 你会有点不爽 对啊 那你的意思不是说 就说我过去 比如说几年的心血 或花出的时间都白费 那就是这个你的生命状态就 你跟这个 这个问题就没有振动到 反而你 让你的这个自我变得 你整个人就起来 就很会反馈模式说 难道你要否定过去的我吗 这种状态 那有时候 你在听像 我在听这个 其实我自己也有持咒 可是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并没有觉得我被冒犯到 没有被冒犯到的原因就是说 当你在持咒的时候 我们讲说 比如说那个人做天饭科 就很像去像这样 我们在讲基督教 他去忏悔一下 然后他就去上天堂 所以他做什么坏事 都没差哦 对不对 对不对 就觉得这么简单 那我就 我今天做了 真的持恶不慎的事情 然后我就赶快持咒 可是真的要跟你说的是说 其实不是 这个东西并不是在于 你这个行为 因为我们先把这种 也放在恶 做坏事上面 那我问你 做好事呢 那做好事的时候 你就不用持咒 我们想要去消灭一个 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做过的坏事 所以我今天在创造 用一个持咒的一个心态 我就是一直去针对它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说 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只是在 这个我们认为的 事情的层面上 或是我们认为的 我们要去消灭 这个恶伤 所以我们还是在一个 头脑意识的层次 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尊者的回答说说 不要你还认同你这个身体 就是你会觉得 我就是这个人 我下一辈子 就是还要来投胎断食 那你当然就 要继续面对啊 这是这个世界的游戏鬼子 你最后 咽下最后口气的时候 你还想着 我会不会被救赎 你跟这个世界是分开的 或者是说你在最后一刻 我听过一些故事 比如说最后一刻突然觉得 我要去皈依指教 我要去受心照草夺 就是说 当你最后一刻 你的生命最后在想着什么时候 其实它就是 怎么说 所有的你的 你的欲望跟恐惧 全部都浓缩在 那个我们生命最后一 那一口气里面 那你当然就还要再来啊 只是不一定会变成什么 所以我们其实在认同 我们那个真正的 我那个底层 我们的那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时候 但我们还认同是现在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是 在经营出版社 我现在在认同 我就是这个状态 我就是怎么样 那我们当然就还是要继续 那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就还是会在这个 整个轮回里面 还是必须要去承受这个夜报 在阅读啊 这一本书啊 我刚好讲了 你前面有之前的阅读的基础 再来阅读这本书 你会有种融会贯通 因为它是在讲这些 但是我觉得像我跟你样 我在阅读这本书跟 在想反纲的时候 也会想说 到底什么的读者 比较适合来阅读这本书 其实我会觉得 你有个前提 是你真的想要解脱的人 真的不要想在海人世界 如果说你还要想要说 我到底持什么咒 可以让我更有钱 那我该怎么修行 可以让我就是 风挑 修什么法 对 就是说 我是不是要用什么灌顶加持 然后可以感应到神痛 如果还是在 知名某一种的幻象当中 来读这本书 其实你会觉得 尊者讲话很轻 可是每句话 都伤你好几个巴掌 比如说像他讲到神通 他说 如果你已经进入到 某一种的状态底下 你为什么还会对于那种 带来苦恼的神通 感到喜悦呢 然后再次讲这样子 他说 对啊对啊 神通目的是什么 神通不就只是 为了要满足你的欲望 那欲望背后 还是有很多的 求不得的苦 还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那神通的目的 不是要解决烦恼 可是它带来你更多烦恼 那神通一是什么 这样的反思 我觉得它是不需要 有任何答案的 反思它的力量 已经足够让你去省觉 你现在的行为就够了 就像这本书一样 那我在阅读这本书 其实因为我知道 你们在翻译上面 有找很多的翻译 那我自己 蛮喜欢蔡教授的 那么我想要请问一下 在你跟她互动当中 你觉得 为什么她对于这个 真我的这种意境 她翻译的字啊 不管是精准度 或是意境上面 都非常的贴切呢 原因是什么 她有所体会吧 蔡教授 我刚认识她说 她研究了非常多 中国从那个 像是王阳明那些思想啊 就是她对于 当时宋明理学的这些研究 她其实是非常诚客 那对于像是比较近代 无论是大家很熟悉 比如说克里夏木亭 或者奥修东西 她也读到很精 他们家都是书 她买书 她就说 比如说这个书 当时说 哦一百本 好买一百本 不是同一本书买一百本 她就说比如说 现在已经出了一百本 那她现在很接触 大家说好全部都买下了 这个作者她觉得很棒 她就干脆一次 奥修图书她全部都有 对 她全部就是那种古老的 从最早最早最早 那奥修图书开始 比如说 她就说她全部都有 她看完还去看原文 就是比如说 可能是英文翻译过 她就去看英文 我曾经听过她讲个故事 她说呢 她说她到美国去吧 好像是陪她女儿 然后她就是去找到 这个拉麦尊者书 然后她讲 她看了她书之后 她很感动 她讲一句话 她说 我这辈子何德何能 可以用英文来看到这些书 那身为台湾的读者 你们没有机会看这样的书 那我的福报不就代表是很够吗 类似讲这样的观点 那你会觉得 她好谦卑 就是她只是因为 她可以用英文来看这样的书 她就觉得很满足了 然后她 她在讲座当中讲一句话 她说 你们所看过的这些书呢 我都是看原文书 那既然我看过这么多的书 我觉得拉麦尊者书 是最最究竟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看她的书呢 对 她会那么就说 哦对 这样这个学者 他都已经帮我们 省略了很多的路径了 那为什么我们还在绕更多的圈子 去找到一个解脱之法呢 那为什么不借有这位教授的路呢 我们直接跳过她走过的路 去找到真正解脱之法 就是拉麦尊者教委 不是更直接更快的方法吗 那对啊 可是其实快不快 根本不是重点 你没有发现 这时候的一个 生命在不同的历程的时候 就是会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叫做当时有说过一句话说 他说这东西这么好 然后在读的时候 他得到了这样这样多 难以言喻的这个东西 他说如果当时他觉得 这东西只有我有了 我太自识了 所以他才开始做这个翻译 然后介绍拉玛娜的这个工夫 所以当时是这样子一个心情 说他自己都没有辅报 然后他要分享出去 从编辑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蔡教授在翻译 在阐述尊者的教会的时候 他的用词潜质上面 跟他的这个翻译的功力上面 你有没有让你觉得说 确实跟其他翻译 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翻译 他用词稍微比较精简一点 然后比较 他读了很多就是 比较多理学的这些东西 所以他在用词上面 我觉得他 你说一般那种翻译比较白话强 你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 你在读什么新时代的东西 你知道有些新时代的书 那种翻译的感觉 就是说你看到就觉得 有点好像很飘渺 那种很虚无的感觉 那他在 我觉得他在用字简词上 一个是说他的文学素颜比较好 所以他是相对是比较优雅 那刚好这本书就是木鲁格 他在写的时候 他是用诗的这个概念来创作 所以我觉得跟 特教授这一文的这个风格 也是搭配的很好 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 就先放我到这边 感谢翠伦 谢谢大家